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但是我想到 想跟求援談戀愛就談戀愛 不行 我好想問喔 我中對了對不對 然後 我這個 你高興耶 林鄉下來了 對啊 他談戀愛了嘛 他下來了耶 下來了 你上去了啦 真的啦 我應該要上去了耶 上去了啦 會有這個機會了吧 那現在很多新的妹妹出道 那你覺得你們這些前輩 哪有什麼跟他們比較 然後我們啦啦隊裡面 是不是有位階之分 這個 就在說你老輩 對 他就是在說我老妹 因為 你就認輸就好 你真的老啊 沒有啊 就 對啊 確實就是老 但是因為我覺得 今年我現在34歲 我可能到明年 我突然瞬間老的話也有可能 但是現在我覺得 我有找到我自己的定位點 那時候剛出道的時候 就會很害怕說 我上節目我怕得罪誰 我怕得罪大根哥 然後可能講話說 我對他畢恭畢敬 可是節目可能不需要這樣的效果 但是新妹都不知道 就怕得罪 怕得罪 不敢講 然後我覺得我找到我自己的定位 就是 我就是有話直說 到處得罪 對 很多人就會跟我留言說 你這樣講話喔 你真的是很容易 會被那個同儕討厭耶 然後但是我後來想想 你今天人家只要喜歡你 你不管做什麼 人家都可以接受 不喜歡你的人 你今天就算在怎麼迎合別人 你再怎麼去討好人家 人家還是會有辦法說 你這個狗腿人 那與其這樣 我倒不如就是做一個直爽的人 而且我講直接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但是我講到 想跟求援談戀愛就談戀愛 不行 不行 我好想問喔 我從哪裡 我從哪裡 從哪裡 很尷尬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那個問題拿出來 我問我這個 我問我到底是 天啊 我不應該今天來接通告 對不起 小聲頭 我這個 聽你高興耶 林湘下來了 對啊 他談戀愛了嘛 他下來了 下來了 下來了 你上去了啦 真的啦 我應該要上去了 上去了啦 你不上去 然後記得不要被拍到就好 原來是這樣 不要常去KTV 不要 那會鬧事 你來我身上 你那邊弄好 對 什麼感覺 你感覺自己要不要 我覺得 對 就是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找到了定位了 沒有 你也來錄 你也來講一個 因為人家去你有先講 講一個什麼 你喜歡球員的外表長什麼樣子 你要不要去坐那邊 我今天就是派來這邊握底 你是坐那邊嗎 我是第五交 不容易 因為女生真的多 你就要得到 對 而且競爭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然後與其被說就是表裡不一 我倒不如就是寧願被說 你好白目 講話好直接 對 可愛 自己的特色 那你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你都會不會有位階制 其實 至少怎麼樣也是學姐 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我進啦啦隊很菜 我只是出道比較早 但是進啦啦隊滿菜 我進啦啦隊今年才第四年 我才剛滿三年而已 大家都以為我已經進來很久了 對 然後有沒有位階之分 我跟你說 但是有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女孩自己排的 是 粉絲 經紀人 對 內部他們會一個 這個是A咖 這個是B咖 這個是C咖 這個就是 人數不夠拿來貼的 真的其實都是會 我們說坦白 我們也不說謊 那再坦白一點 誰 誰是拿來貼的 坦白出來 你不要去哪 你先把衣服換上再說 好想聽喔 我比你們還想問 你好像也沒那麼敢講嘛 對啊 你夾子離比越來越近